來看投口順天宮跟觀眾傲宏宮的定規顧目 日本觀音 準備確定來參加30個為了高雄副共産 副德紀念館開店的婚林馬祖文化顧目的店 人尊上當有立宿立宿意義的行賞 準備來丹林本廚電腦的青春大賽 為主婚林館問關注這天跟投口順天宮 特別來辦理簡單的成就技術 並且來搖車高雅山進行做台灣尊天夜回收 來進行進化技術技術 眾人信心技術希望本廚電腦完不完順利 婚林管政府將在10月30、9月23日 在高雄副共産、副德紀念館 辦理婚林馬祖文化顧目的店 將婚林近來出租馬祖文化性地 42間整個文物進行店出 其中投口順天宮 向完整合公共的定規古物 日本觀音 近視修處匯合 文官處標是日本觀音 是日本時代文化運動 對中搞政策最好的見證 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意義 當時在日本治理的時期 就是台灣有進行黃明化 那當時在我們土庫順天宮董事 藤原先生特別去邀請了日本觀音 來到我們土庫順天宮在前店坐鎮 才讓我們土庫順天宮的這個媽祖 可以免以被當時黃明化的時候 除了日本觀音以外 土庫順天宮又提供三驚 從青條西台到保留到現在整個古物 再加上來自北港條天宮 塞禮好行宮 未了宮反宮 登宮廟的文物 這次電燈可以說是最多的政策 除了說有日本觀音之外 最重要還有我們的大福令的版 那個牽絲印版 從青草保留到現在 這個要保留到現在 應該是在我們台灣目前的文物保存上 已經算是很少 石香爐這個又更特別了 當時在道光年間 它所有的廟宇建築來講 大概都是採用所謂的泉州青斗絲 但是我們的石香爐是採用 我們台灣在地的砂岩植材 這些都視為我們的一個正宫之寶 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也都是第一次來出門展出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次 包括曹天宮或者說六八媽 很多的文物我覺得真的是精彩可奇 經濟專家學者調查 當年共有十二尊日本觀音 來台灣才受共鴻 不僅好像找回六七尊 其中文官境來共廟道四尊 文官文官處標示 未來會繼續調查 希望找出其他的日本觀音 如果就歷史的這個研格 有十二座的這個日本觀音 在黃明化的時期 來到台灣的各地的一個宮廟裡面 在雲林呢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除了土庫順天宮 還有我們園長敖峰宮以外 另外還有我們這個北港的彌陀寺 以及我們馬明山的鄭安宮 有四座日本觀音 所以呢我們也會陸陸續續 針對日本觀音在我們台灣 在雲林呢 這一個整個就是宗教政治的一個 歷史嚴格進行調研 我們家的展覽是非常精彩 也請民眾前往參觀 這會感受文文的歷史構思 和文化背景 繼續您方表 蔡鳳報導 様寶玉 criticize 闔 Á 散 孖 谢谢大家